他把种鱼养在深圆海 繁育鱼卵变得更加简单 让他收获了从前意想不到的财富 现在这个鱼卵一公斤六万 今年的开盘价一公斤是十二万 他花费十八年时间精心选育经长鱼种苗 让深圆海养殖获得更多效益 恒大人家就教他经餐八百 好种才有好未来 这是他共赢 培育好种苗 沐鱼深圆海 看渔业从业者奋斗创新 促进种业与深圆海养殖协同发展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贡富金系列节目 耕海沐鱼哥 深圆海养殖 做精做好水产种业 是重点和关键 您看大屏幕上的这几种深海鱼 现在我们养这些鱼已经不算难事了 但是放在以前 仅仅一个让种鱼产卵的问题 就能难倒一大批人 如今这个产业之所以能发生这么大的改变 就不得不提深圆海养殖给种业发展带来的新契机 那么这其中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让我们一起去看看 这里是位于三亚附近的一个海上养殖基地 水深在25米左右 陈友明现在最为看重的就是这种红色的鱼 光靠这种鱼的鱼卵就让它获得了不菲的财富 现在这个鱼卵一公斤六万 今年的开盘价一公斤是十二万 这些鱼在深海里产的卵 一公斤最高能卖出十二万元的高价 这样的价格实在是惊人 陈友明也因此异常忙碌 他每个月都从深海里捞卵 拿到岸上去销售 从春节到六月 已经生产了超过六百公斤鱼卵 光这一项 就有了一千多万元的收入 今年是我们第一次还植产卵成功 这到底是一种什么鱼 鱼卵能有这样的价格呢 红酒吉卤俗称红瓜子斑 是一种生活在深海中的珊瑚礁鱼类 这些黑色的鱼就是红瓜子斑的鱼苗 长大后才会变成红色或黄褐色 红瓜子斑是近几年出现的新品种 鱼卵产量少 而且目前孵化难度较大 有时候一百六十万粒卵里 只能养出来五千条鱼苗 成活率不足百分之一 所以今年市场上 红瓜子斑鱼卵和鱼苗的价格都不低 可是要想赚到这笔钱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鱼卵打包是一场财富与时间的竞速 速度要快 好 不能长期缺氧 不能长期缺氧 这么一小会儿都不行 都要抓紧时间 越飞也好 越快越好 保证鱼卵成活率 速度就得要快 而等在一旁的客户 已经迫不及待自己上手了 像其他地方的话 有这个红瓜子吗 其他地方少 但是这边的质量比较稳定一点 基本上拿回去 第二天都有鱼花 鱼花付得相当好 陈友明在岸上育种 销售鱼卵 种鱼却大部分都养殖在深海里 因为现在种鱼 它在车厅里面 就工厂化里面 产卵的难度很高 现在的鱼卵 我们现在都在深海碗香里面产 如果没有我们这个深水碗香的话 因为这笔钱我们就赚不到的 陈友明把种鱼放到深海去养殖 这让种鱼产卵更容易 产量也更高 岸上繁育种苗 海上养殖种鱼和商品鱼 这就是陈友明赚钱的门路 目前人们对红瓜子般的繁育时间还不长 但是培育一个好品种 必须要依靠时间的积累 陈友明就是这样做的 他花费近二十年时间 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培育出了一代忧郁一代的金昌鱼种苗 他是怎么做的呢 坐上快艇二十分钟 就来到了陈友明 位于三亚的深渊海养殖基地 可以啊 可以可以 拉上船 好大啊 船主你照开 哇 被他打了呀 捞上来的这条鱼 长超过半米 有二十多斤重 他意味把拍下去 劲儿可不小 你刚才被他拍了一包 让疼不疼 疼啊 我们这个鱼 就是体型很长 很修长 所以它生长速度快 你看背鞋跟豚鞋 都很短 这个越短的话 说明是真正的金昌 陈友明给我们短暂地 展示了一下大金昌鱼 很快又放回了海里 那条鱼就是陈友明 经过十八年选遇的 第五代金昌鱼种鱼 像这么大的种鱼 它还有三万位 靠着这些种鱼 陈友明在水产行业的圈子里 名声远扬 跟它名字一样 非常有名 很多人根本不认识它 但是一页里面全部听了它 行业人家就叫它金昌爸爸 就是它的鱼 很多卵都是它产的 经常开玩笑 陈友明现在拥有 四十多个品种的 十二万维种鱼 正是因为种鱼多 它才能成为行业里的佼佼者 而多年的从业经验 让它越来越体会到 种苗是一切的基础 它能成为育种行业里的领头人 有什么样的诀窍呢 我国海水鱼规模化养殖 始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很快养殖户们就发现 想进这一行难度还挺大 因为大部分鱼苗 都要依靠捕捞 或者从东南亚等地进口 陈友明刚养殖上金昌鱼的时候 发现投入真的很大 价格非常贵 像一公分磅的进口的话 要基本上两块五 一尾 两块五一尾 在海鱼里面算是什么样的概念 算非常贵 一般的海鱼的话 应该是两三毛钱差不多 除了贵以外还有量也非常少 因为毕竟当时是通过海关进口的 门槛特别高 当初我们就买苗的本钱 占了百分之七十 2003年 陈友明和其他养殖户 破解了金昌鱼的规模化 人工繁育难题 鱼苗价格逐渐下降 养殖的人才越来越多 后来 很多养殖户开始去深渊海里 养殖金昌鱼 这条鱼对海区的要求还是非常高的 因为它是不停地游动的 在深水 海区好的地方 它才能活下去 就是我们外海的话 那个空间比较大 海水的流动比较快 它养殖的话 那个密度 还有那个存活率 稍微好一点 内湾的话 你说你养个五成 我们可以达到九成以上 现如今 我国金昌鱼年产量25万吨 位居海水鱼产量前三名 规模化养殖 让这条鱼变得更实惠了 最早的时候 您要想吃到金昌鱼 价格要100多元钱一斤 现在只要20多元一斤 金昌鱼走上了千家万户的餐桌 现在大部分金昌鱼 都是在深渊海里养殖的 这些养殖设备 投资大 成本高 想要赚到钱 就得有效 以更好的种苗作为支撑 那优质种苗 要怎么来呢 陈有名从入行开始 就一直在想办法 改善种鱼的养殖环境 让种鱼生产出数量更多 质量更好的鱼卵 陈有名的这些种鱼 大部分是深海鱼 最开始是养殖在岸上和内湾的木牌里的 然而有些鱼离开了原本的生活环境 来到岸上或进海之后 产卵就受到了影响 难以去做规模化的人工繁育 所以陈有名在13年前就惦记着把种鱼养到深海里去 这片海域就是陈有名当初一眼就相中的养殖区 深海水质好 水质好的时候它会残暖 如果水质不好的话 它那个信性就一直发育不起来 后面我们就找到这个地方 陈有名看中了这里的水质 也看中了这座岛 这座岛叫西岛 能成为一道阻挡风浪的天然屏障 2011年陈有名把当时养殖种鱼的木牌 从内湾带到了这里 木牌里养殖着包括老虎般 东兴般 金铮鱼在内的价值1200多万元的种鱼 一开始风平浪静 种鱼顺利产卵 然而这一笔深海富裕的财富还没来得及收获 就先迎来了暴风骤雨 一场台风把陈有名的木牌打得七零八路 种鱼跑得一条不剩 因为我们这个种鱼啊 像我们这种种鱼都是 不是一下子你能收集到那么多 都是要经过常年惹月的这种积累 检查的时候看到这个撕裂成八块 整个人一下子就崩溃了一样 我们绕了一圈 然后就回到宾馆里面去 在宾馆里面睡了三天三夜 陈有名对于深远海的初次探索 已失败告终 好在当时岸上还保留了一部分种鱼 给了它重新再来的机会 但在陈有名心里 还是向往着那个地方 种鱼跑了一多半 鱼卵产量不到以前的一半 这让一大批客户气踏而去 陈有名很着急 他急需在短时间内培育出更多的种鱼 恢复到以前的规模 可种鱼从哪里来呢 除了从海里捕捞和向同行购买 更多的需要陈有名去选育出来 陈有名在岸上还有一些种鱼 他从这些种鱼生产出的鱼苗里先筛选一批出来 养殖到海里做预备种鱼 这些预备种鱼要成为真正的种鱼 还需要经过几轮严格的筛选 2011年为了快速扩张种鱼群 陈有名找了50万尾金鲍鱼鱼苗来筛选 筛选鱼苗有没有什么讲究呢 在这口圆形的网香里 养殖这8万尾金鲍鱼鱼苗 今天陈有名要从这里挑选一批种苗 从中我们可以领略筛选的这项工作 陈有名所说的就是这个他自己琢磨的 用来筛金鲍鱼苗的筛子 通过筛网的大小来区分鱼苗的规格 今天这个应该是筛了是8公分的鱼了 这个筛好以后我们筛上面的鱼 就是要拿来做选育用的 我们一个选育过程像这种筛苗 总共要有五次 这次筛苗是整个选育过程中的第二次筛选 这个网筛能留下体长8厘米以上的鱼苗 原本的8万尾鱼苗要筛掉一半出去 所以我们整个筛选过程的就是逐渐把个体最大的筛出来 挑出来 最后面的话应该是占了大概是10%的鱼 90%筛掉 陈有名就是通过像这样的一次次筛选 挑出了生长速度更快的金鲍鱼作为种鱼 循环往复不断提高自己的种鱼质量 这种选育的方法是全体选育 全体选育的话就是这种最笨的 但是又最有效的方法 所以整个个体的话 生长速度啊 抗病率啊 还有饵料的转化率 它都能体现出来 2014年 陈有名把自己的种鱼群体 恢复到了原来的50% 它筛选出来的种鱼也可以产卵了 优质种鱼生产的鱼卵成活率高 养殖出来的鱼苗生长速度也更快 受到了很多养殖户的欢迎 在这些养殖户中 很多已经开始在深渊海养殖了 我们这个海区再加上它的苗 所以我们今年是非常理想 我们最高的是99% 所以主要是筛选得好 买它的苗很放心 在深渊海养殖金鲍鱼的人越来越多 陈有名也开始朝着深渊海迈进 2014年 陈有名在这片海域安置了30口重鱼式网香 深渊海养殖设备的发展 让他又有了重新回到这里的勇气 在2015年我们从整个养殖过程 养殖下来以后 我们在那一年就养一兆 这一兆就把整个网香的投资 全部赚回来了 深渊海网香的养殖效果 让陈有名和他的团队十分惊喜 第二年 他们马上又安置了30多口 并把种鱼转移到了这里 现在我们国家这种深海装备的话 也是为我们提供一个更好的条件 现在我们做一个90米周长的网香 我们国家的还有补贴24万 陈有名每次安置新网香都能获得补贴 花同样的钱 却拥有了更多的设备 这为他后续发展加快了速度 现在这片海域已经陆续被投放了120口网香 今年陈有名的红瓜子斑 就是在这里实现了规模化繁育 让他抢占了市场先机 向深远海进发 陈有名从最开始的狼狈落寞到如今的收获满仓 他是诸多受益者中的一个 以前没有想过 也不敢想 所以这个也都是慢慢跟着我们生产的需求 还有国家的政策的给力 我们才有胆子往深海去走 陈有名重新培育起来了自己的肿鱼群体 也顺利走进了深海 他还在不停思考 如何能让自己的肿苗再进一步 长得更快 效益更高 更加适合深远海养殖 这些网香看起来一模一样 但是这一口是陈有名目前最重视的网香 里面养的鱼非常不一般 装着鱼的网框升起来 一会儿却又放回了水里 我们只要是警测一下 它这个每一个月的生产速度 那我们作为我们这个选域的品种 看它一个月能增重多少 鱼船上的钓机带着秤 负责称鱼的都是有经验的老员工 看一眼就能估摸出一框大概有多少条鱼 从而算出每条鱼的平均重量 陈有名通过这种方法 记录经常鱼每个月的重量变化 结果不错 那个捞网捞一条鱼过来 我们这个鱼从现在这个规格 差不多3000这个规格的话 我们鱼的体长都是很长的 陈有名对这个月鱼的长势很满意 这些金鱼鱼是它还在培育阶段的新品种 按月称重才能更精准地掌握金鱼鱼的生长情况 方便后续研发 目前这一网鱼已经养了18个月 平均每条达到了3斤重 生长速度比陈有名之前选育过的金鱼鱼 还能再快20% 为什么这些金鱼鱼能长得这么快 这还要从陈有名的一次选种失败说起 陈有名之前挑选种鱼 都是找个头最大的流种 第三代种鱼产卵的时候 鱼卵受精率却不足正常情况的20% 多方找原因才发现 陈有名挑选出来的种鱼 80%都是雌鱼 这个鱼在外观上 你雌雄很难病 所以只能借用解剖的这种手段 才从中总结出来说 我们这个鱼 雌鱼的总体的体重 比雄鱼会大20% 雌鱼的体重比雄性大20% 也就是雌鱼的生长速度 比雄鱼要快20% 如果能够只养殖雌性金鱼鱼 同样的养殖时间 一条一斤出头的商品鱼 能比之前多出4元钱左右的利润 这将对养殖体量更大的深圆海养殖产业 产生巨大的影响 养雌鱼效益高 但是金鱼靠外表难以分辨雌雄 很难把雌鱼单独挑出来养殖 陈有明想到一个办法 就是让种鱼只孵化雌鱼 不孵化雄鱼 但是这样反常的事儿 真的有可能实现吗 为此陈有明来到广东海洋大学水产学院 寻求陈华浦教授的帮助 陈华浦是海水鱼类育种与健康养殖方面的专家 了解到陈有明的需求后 陈华浦还真答应了下来 海水鱼类养殖的话 海水鱼类占了8%左右 主要是贝类 所以它这个空间是非常大 我们现在的种苗方面的话 都要进一步地去研究和研发 去培育出来 专门能够适合这个深原海养殖的这种品种 陈华浦也想为深原海养殖 培育更好的品种 但是纸繁域雌鱼这件事 在技术上能实现吗 陈华浦团队利用分子辅助育种技术 影响肿鱼的染色体 从而培育出了一条超雌性金鲮鱼作为种鱼 由它生产出来的鱼就全部是雌性了 纸繁域一个性别的鱼 被称为单性鱼育种 其实这样的技术 对于陈华浦团队来说 并不算太难 我国水产育种上 已经攻克了罗飞鱼 黄嗓鱼等多种鱼类的单性培育 虽然技术有参考 但是金鲲鱼作为海水鱼 培育过程中 依然有很多问题需要它们克服 淡水鱼可能一百颗软给你 可能它孵出九十九十五条出来 那之后它产功率就很高啊 那我们一百条才一条可能都不一定活得下去 那这样的话呢 你就这种难度就非常大了嘛 陈有名坚持按月称重的那一网乡的金鲌鱼 就是陈花浦团队与它一起研发的 它们要等待这些鱼性成熟后产卵 然后再去做下一步的探索 鸡时累日 胜利在望 好种才有好未来 这是产共赢 岸上苗 海上鱼 看似简单的地点间的变化 却为海水与种业发展带来了新契机 种苗繁育有了更多生产方式 给深圆海养殖也带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春种一粒素 秋收万科子 这是人类赋予一粒种子的希望和梦想 一代代育种育苗的人 为之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发展深圆海养殖产业也不例外 正是有了像陈友明这样的一大批人 专心培育优质种苗 清新于品种的选育优化 而且确保充足供应 才使得深圆海养殖 能够降低养殖成本 提升经济效益 让深圆海养殖产业 变得更加生机勃勃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